全球干旱缺水频率正在增加 当气候变迁越来越有感 今年台湾汉象成因为何 让气象学家彭启明说给你听 欢迎收看经典.tv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在我们这一期有一个特别报导 是在呼吁大家要重视这个百年来的 台湾的一个大干旱 但是在谈这个大干旱的时候 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的一个科普上的知识 也尝试着藉由这样子的介绍让大家了解 所以我们特别把我们这一篇的一个作者 又是全台文明的气象大人彭启明 彭博士 请到我们现场来 彭博士你好 志宏兄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彭启明 气象学家 国立中央大学大气科学博士 现任天气风险管理开发公司总经理 大爱电视台气象主播 国立中央大学兼任教授 专长气候变迁 大气化学及风险管理 著作 天有可测风云 彭启明的资料经济与科学创业之路 台湾每年降雨量平均有2500毫米 高出全球2.6倍 但回顾台湾2020年的天气 7月无台写进了台湾气象史的记录 全年降雨量不足且分布不均 许多水库都因为缺水几乎减地 庆竹 苗栗 台湾的部分已经决定停满 旧原冠区第一跟第二分区公告停满 许多县市因为缺水 第一起作物被迫停满 今年2月 德基水库自启用47年来 第一次因旱向停止发电 4月6日起 许多县市连名声用水 也实施共五庭二的欠水措施 没有水啊 没有水才怕洗不干净 没有下水的话 这些水都会没有 这些水没有的话 你血源头 除水量就会少 少了这水果类不能灌溉 那民生用水停止浇灌 以及外墙的冲洗 那在生产用水的部分呢 多次的使用制程中的维收水量 面对全球暖化与气候变迁 台湾遇到干旱的频率正在增加 我们该如何度过今年 及未来的缺水难关呢 彭博士 我就请你来的意思说 你要跟大家上一个气候课 科普课 实际上对气候 实际上大家觉得说 台湾气象报告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实际上 它实际上是一个 说长不长 说短不长 是很重要一个统俱学的概念是不是 对 我一般讲的天气 是指说我平常在大爱台 播报气象的时候 短时间的那个叫天气 气候指的是比较长的 例如说我常常分享的是 我们气候上可以用 这个年轮或中乳石 或是古书 说这只有干旱 我们可以得到千年来的 气候的资料 那年平均比较冷 那年比较热 大概有这个资料 我举例例如说 从宋朝开始到清朝 其实每一次朝代更替的时候 都发现很冷 为什么很冷呢 就是西北风 冬天来的时候 从西伯利亚来的风 很干 所以当西北风很强的时候 很冷 农作物就会很死掉 所以我没有东西可以吃 我就赶快把政府推翻掉 换一个人来做 一个朝代的更替新衰 完全天就是气候 就是气候决定历史论 所以的确有这种长期 有这个关联性存在 这个也为什么你要念气候 成为博士的开玩笑 实际上回过头来 我们这次看这次 一百年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干旱 所以我们开始来思考说 为什么最近的一个特征 除了梅雨之外 我们发现说 一年半来没有台风 其实我们有台风的历史记录 大概可以从 一百多年前开始 有台风的记录 那比较好的 可以画到台风的路径 大概是一九三几年之后 所以我们这次是从一九六四年 那一年没有台风来台湾 三十四个台风 这个在这个西太平洋生成 没有一个就空了一块 没有台湾 那去年二零二零年 刚好也是一样 也是二十几个台风生成 就是没有一个来台湾 台风大概占了台湾 大概一半的降雨 没有台风来台湾 是一个最主要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说 去年下半年 反胜阴现象发展了 反胜阴现象有一个特色 是台风在菲律宾附近生成 它不是往北跑 它就是往东 非常接近台湾 可是就是不来台湾 当然这个反胜阴现象 就是的确会造成 这个气候的异常 另外一个是 它延续到今年的 二零二一年的春天 它的特征就是春雨会变少 所以其实今年的一到四月 完完全全春雨是少得可怜 可以说是完全偏少 大概是前三名 或是前四名的 这样的一个少雨的记录 那接下来就看梅雨 梅雨其实在台湾就是 有时候是真的梅雨 有时候是发霉的梅雨 那这几年其实变动都很大 就很难去预测到底来或不来 所以其实一个干旱 绝对不是说某一年雨少雨多 而是一个长期连锁效应 刚好碰在一起所造成的结果 是 所以刚刚谈那个 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变多变少 跟预测不准 实际上这种观察 它变成是一个 人类在所有的大气科学上来讲 算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一门科学 因为你刚才所讲的是 从史书上 从年轮上 那是点的 基本上是点 你的树也要活到三一两千年 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判断 但是如果是我记得 我以前读过 好像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年年代 才开始 全世界才开始设计 所有的观测上 同步记录所有的天气 也就是开始变成是一个全球常态化的观测 整个气候 哪个地方变成会影响到哪里 这就变成过去所讲的蝴蝶效应的一个 最有趣的一个佐证 但是他时间没太长 对 我们大概是一八八零年开始 你现在大概是一百多年 才有气象的观测 什么是观测呢 测量这个风向 风速 然后还有这个温度 湿度 这种长久在一个地方 有百年的历史 例如说台湾最久的站 可能就是台北市的台北站 有一百多年来的资料 那他当然就可以看得出 这个地方是不是越来越暖 或是降雨 大概平均多或少 但是这个跟这种千年相比 微不足道 小小 甚至万年相比 完完全全就没有代表性 是 是 是 也了解 而且更重要是 他实际上在发现说 他是一个环环相扣 他可能甚至在 在我们讲的声音现象 或反声音现象 那来美洲发生一件事情 就影响到台湾 所以这个概念上就变成是需要 非常多的参数 非常多的同时间的变化 你才做出一个可能性的推测 是不是 对 我们气象上 各位一定好奇 我怎么爆天气 我绝对不是像算命一样 这个易经古书去算 没有 完全是科学的 我怎么科学呢 我会用电脑 去把各个资料收集起来 然后我会得到 再用电脑再去模拟 现在的这个样子 然后未来会怎么样子 那当然 例如说我预测三五天内 应该都还蛮准的 可是如果预测一个礼拜后 那这个就有他的变动性存在 那当然这个就是越长 就会越不准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用一种方式 例如说我要预测一个月后 一个半月或是两个月 那个可能就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像那天的天气 跟昨天一样 这个没办法这样预测 但是可以知道一个大概 变冷或变暖 所以这个就跟这个整个连锁反应一样 是从小尺度一直到大尺度 小范围到大范围 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听懂所以怪不得每次 如果说在前几年有台风的时候 台风的走向 日本预测跟美国预测 或是跟台湾预测 都是有些学习不同 所以这也是来大家所抓的参数 跟所做的一个自己的database 不太一样是不是 对 其实这个东西 现在全世界 因为资料越来越统一 我认为现在的情况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 越来越准的 越来越统一就越来越快 一开始混沌的时候 大家都不一样 等到一确定这个台风真的生成了 是一个中台 强台 就越来越准 那个线基本上都一模一样 是 那我就开始问到一个问题 所以你可以推测到这次的干旱 可能持续 还是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们目前其实有好几种剧本 最严重最严重的 我是拿这个1980年那年相比 1980年那年没有梅雨 也是跟今年一样干旱 就是整个台北市那年 大概下了200 然后中部1000台南500 一整年等于是非常少雨 那那年台北市又没有翡翠水库 还没盖好 所以那年是已经走到公衣修衣的地步 公衣修衣 那现在有水库 那相对的压力没那么大 那那年大概要短到8月 就会有台风来才解除 那现在呢其实有一个变化 就是说五后雷阵雨 慢慢开始增多了 其实四月就应该有 可是今年的四月呢 稍微偏凉一点点 然后封面又弱弱的 水汽又不多 所以大概到四月底的时候 才有五后雷阵雨 然后目前我来看五月有五后雷阵雨 五后雷阵雨呢 就像说我们打棒球的时候 这种小鞍打 可能一下就被揭杀了 没有用 可能要不小心人家漏接了 才会上雷 可是呢 就只能靠这种小鞍打 勉强勉强可以得分 我们要现在还看不到任何有全雷打 解决焊象的这个机会 恐怕就要等到一个台风 你在文章里面所谈到的 整个的温度的结构 区域的气候的变化 台风反而都是往另外方向走 那这样角度上 实际上在 你觉得在七月还是不会改变吗 我觉得七月一定会有变化的 最起码我从统计的资料 我从来没有看过 连续两年没有 台风没有来台湾的记忆 这个经过这百年来的资料 可以看到这样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个角度 来跟大家说 各位不必太担心 只是时间早或晚的问题 但是问题就来了 那你的一个企业或是个人 你能够撑多久 撑到这个干旱 公五停二 要不要公三 公四停三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关键的这个 这个调整的地方 风险管理的能力 是 所以你自己在这个标题上 是在下了一个 正式的干旱的常态化 也就是在台湾島民的时候 我们不能再认为 水就是来自这么容易的地方 讲它下雨它就会来了 好像接下来 这几年的一个变化 自从全球开始 气候的一个极度变化上 究竟影响到 区域气候的一个 再没办法 就过去几十年来的推测了 是不是 其实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 大概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讲到雨量的循环变化 大概十三四年一个循环 然后到了两千年的时候 我记得影响很深刻 大概九年一次 一次 会有一次干旱 对 干旱 然后或是水很多 例如说莫拉克二零零九年 来的那一年 前面都在干旱 就来一个说台风来 下雨就把一年的雨都下光了 对 那时候说 这个是一个好台风 帮我们解决这个旱象 就酿灾了 然后其实后来 大概在两千年之后 慢慢就开始演变成三五年一次 这十年来大概一两年 就一次的干旱 那干旱情况怎样 就是每年的春雨不确定 梅雨也很难预测 就只能等台风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用水一直在增加 然后我们的这个水库 又没有增加 又没有调度能力的话 就每年都一定会有一个地方 它是没水的 不过就是说严重不严重情况而已 所以这个早就已经变成常态化 那这个干旱不是只有台湾 这次不是只有台湾 旁边的福建还有广东 都面临到一样的这个 整一个区域型的干旱 在这个地方发生 是 本来过去我自己读文章 写东西也会写的这一块 比如说如果是在台湾 刚好在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 在过去历史上在你把地图看起来 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 除了台湾跟扫布的云南这个区域之外 全部都是沙漠地带 那台湾也是因为 能变成是个宝岛 主要是因为那个什么 青藏高原浓起来的 改变了整个的气候的季风的走向 所以你可以了解台湾变成是个宝岛 有这个地理上的一个 今天很棒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一次的好像感觉上 好像又回到一个干旱岛了 那这干旱岛的原因也在于是 因为我们四周的海洋的温度变化吗 还是这个因素上到底要归于哪几类 好 其实台湾其实是很幸运 你刚才说的青藏高原浓起来 就是整个季风的走向 所以我们台湾遭遇到这个东北季风 或西南季风 两个这个对峙 所以理论上我们有这样对峙 应该是打架 那其实战场就在台湾 那这个云以待那些 天气就变化很大 像我们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災害 在台湾天气全部都有 我们只差龙卷风不够强而已 其他全部都有 那问题是还有一个就是中央山脉 因为我们有一个三千多公尺以上的 中央山脉 那么多的这个高山 所以这个其实来的时候 其实它的确会挡掉 让台风减弱 但是减弱的当中 就是很多的动力的交互作用 造成很强烈的强降雨 所以我们的雨量那么多 就是中央山脉所造成的 灾害能够少一点 也是中央山脉造成的 所以这个其实有利也有弊 但是中央山脉对我们的雨量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听懂 那除了最近的时候 也包括你刚才谈到很重要的 气候的变化 因为整个全球的温度的异常 所以这一个对你们在 预测上面来讲 变成开始挑战就非常多了 就是有时候我们观察这个 煤雨到底来或不来 以前我们都还会说 今年可能二三月的时候 就会说几号会入煤 就煤雨几号会来 我都最近都没读到你的文章 后来说真的 我十几年前我们小时候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三十几年前的时候 老师还教我们怎么订入煤 还要怎么报 好难报 然后后来就慢慢变成 五六月是煤雨季 就不用报了 然后现在真的很难去定义说 煤雨封面什么时候会来 真的很难去认 但是这个煤雨季就一直持续的 煤是没有的煤 对 因为那个煤雨 它其实是一个大气里面的冷暖气团 还有高压跟这个西南季风 整个一个恐怖平衡的结果 三个势力要差不多 就停在台湾上空 那个煤雨封面就在台湾去滞留 所以如果有一方特别强 那就破局了 整个就改变了 所以说真的 这是一个很有挑战的预测 但是说真的没有人报得好 听懂 所以这延伸过来 也就是过去才讲的 因为人类在对气候的掌握 跟他的一个预报 实际上是科学非常的短 但是究竟从早期在这一百年之间 我们在这一方是进步的哪些地方 进步的第一方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电脑的能力 越来越快 所以我们可以运算的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细 例如说以现在全世界最好的气象模式 欧洲的话 他已经小到九公里了 慢慢开始可以到三公里 一公里 所以也就是讲这意思是说 我的区域性的预设 在一公里内 这个区域维持以后 都已经可以抓得很整 已经现在可以抓得非常准 这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现在的观测的设备很多 我也可以知道海温 例如说台风 要是经过冷的海水 那就涨不大起来 经过热的海水 那马上都发展特别快 这个也可以去掌握出来 那还有一些新型的观测设备 对 像我们台湾有浮卫七号 它会有一些特别的探空气息 是是是 所以让我们台风预报得更准 2020年全台均温创新高 高温少雨让农作物的生长 也备受影响 正常我们茶树的生长 其实最好就是 一周到两周内有一场 就是超过五厘米的雨量 这样对茶树的生长 会比较好一点 那在缺水的状态 其实包括它的产量 跟品质都会受影响 这种受到真的已经干旱 产生的那个受损 它这就没有办法采下来做茶 在干旱情形底下 它比较弱的治疗 有时候就开始出现那个枯萎的状态 它为了要保护自己 它会牺牲一些它自己的枝条 那如果干旱非常严重的话 继续再下去 它整颗就会造成枯萎 为了降低用水需求 各单位都积极寻找解方 茶盖厂培育耐汗品种 引进新的灌溉滴灌设施 它在干旱期 我们大概就是 三天到一个礼拜会灌溉一次 然后灌溉一次 大概就是两个小时 像这样这是以色列滴灌 它是用点 大概三十公分到四十公分 一个低点 低点它滴下去会渗透到土壤 大概三十到四十公分 然后更新就吃得到这样的水源 干旱也是全球面临的严肃课题 如何开源节流 珍惜水资源呢 你所有的气候的预判 所有的报道 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百姓的一个生计 那所以在这个概念上 你变成气候的一个专家的时候 开始要思考到下一步了 我们怎么去考虑我们的水资源 是不是 对 其实水资源最重要的就是要去管理 管理 什么是管理呢 我们台湾是七成是农业 两成是生活用水 一成才是工业 我们看到很多的大户 它可能是占了很高比例 说真的它跟农业相比 其实它的产值蛮高的 但是我们必须去思考说 未来当气候变迁 这种干旱会增加很多的时候 这个水如何用得有效率 我们势必不能像以前种那样的 用掉很多水的水稻田 所以你看我们这次破提照 并就拿了一个上手 就把它挡下来了 台湾过去是因为水资源 大家不重视 我们有全世界最便宜的水价 那衍生出来的是工业用水 它在这个水的成本上非常低 所以我们变成我们可以培养出 很不错的 可以在全世界竞争的一个产业 那这样的概念上 接下来就必须有重新调整 重新思维了 就是这个跟那个 我们面对气候变迁的减碳的作为 是一样的 是 一定要跟以前的思考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说 我们都知道干旱会一直都会发生 常态化 那接下来就是说 那我们的这个水的调度 能不能很顺畅 能不能在干旱的时候 我还有一些底 让我可以撑过一个干旱时间 我们的硬体建设够不够 我们水资源的分配 是不是还要照往常这样走 农业虽然看起来产值比较低 可是它对于保护这台土地很重要 你可以这样牺牲吗 还是说它可以做某方面的调整 那产业界水价那么便宜 你是不是真的做好更好的回收的功能 然后我们生活上 我们是不是已经走到一个 节约用水的设备 还是我们用我们喝的 那个来自于很干净的水库的水 来冲马桶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几次的使用 在生活环节里面做改变 这个其实是我是觉得是说 我们在新形态的水资源管理 更智慧化应该去想象的 是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 真的是不可思议 整个有时候我们在看 整个地球的一个发展 包括人类的一个发展 我们很难判断出像 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气候的变迁 到底货源是在哪里 但是回过头来 你当然谈一个很重要 这个碳的概念 碳足迹的概念 那洗物跟洗水就变成 不管怎么样都必须来思考的 一个要迫在眼前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对 其实这个东西大家都会说 但是做又是一回事 或许例如说像我自己前一阵子 水利署请我拍一个代言 他们都知道我很正面 我都会我在搭一台 我都会省水 但是我真的就是一天洗澡的时候 省下大概十几公升的水 拿去冲马桶这些事情 这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可是你会发现说 这个对很多慈禧的人 是每天必做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是没有做的 我只不过把洗澡水的 还没有热水的这个冷水存下来而已 然后我把它拖地做别的用 我的洗澡水的废水拿来冲马桶而已 结果就引发很大的回响 我发现做的还是少数 没有做的 没有日常生活 没有省水的才是大多数 是 现在所有事情都是 都是互动的 联动的 那这种联动的之间 从这个气候本身 人为的因素 大自然的因素 或是整个自然的因素 整个因素都凑成到现在 那我们只是被迫的 必须来接受它 但是我们可以提早来预防 就变成现在的你的 专精的气候学里面的一个 必须引申出来另外一个结论 其实这个我们一般在台湾 听得懂话就是超前部署 是 是 是 超前部署呢 有时候太... 太前就是成本会增加 你不部署到时候真的来的时候 又没有任何的余裕的空间 所以到底我们这个社会容忍到 我们多少的风险值 就很重要 那你风险值要高 让我们可以生活的 不必那么的充其那么的大 那这个就要平常生活上 就要做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看到 例如说太鲁阁号 或是各种的 这个台湾发生到的问题 就是我们对于风险的概念 我们都习以为常 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所以我们也不会去在意说 我们生活上做这些改变有什么用 我们太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会觉得说 面对这种变动的环境 变动的地球 我们一定要体会到做一点事 跟以前一定要不一样 我感觉 本来我们经典都是很正面的 感觉这一集在录恐怖节目 不过这个其实本来 就应该要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也是要告诉大家 过去来讲 未已筹谋 所以回到一个最简单的 或是居安来思维 但是这个角度上 也变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骨眼 那我们来重新面临台湾的资源 是如何 妥善的运用 妥善的保存 这是一个永续台湾 最重要的雷波 谢谢我们的彭博士 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 观看我们的经典.tv 经典杂志五月号 经典书斋 健康住宅设计学 房子是人类遮风避雨之处 透过完善的规划设计 打造无独住宅 创造疏压疗愈身心灵的健康环境 让住宅健康 人也更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